字幕志愿者 黃金獵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勤組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6月9號禮拜四 以下就是今天的盤後碎碎唸 OK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在今天的大盤其實 一開盤是開低的 主要在於昨天晚上美國股市是下跌的 那不過開低之後也慢慢走高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大家應該不會太意外啦 原因在是什麼 其實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在昨天的時候 昨天我們在這邊嘛 我們在講大盤我們說什麼 我說你看喔就是 大盤它雖然昨天有站上這個缺口 在之前前面這個缺口 雖然昨天有站上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什麼情況 我們要注意到的是 你看喔昨天指數雖然往上 但是它有沒有站上扣底值 沒有 所以我們說昨天的盤怎麼樣 有一點虛 大家也記不記得 就是跟大家講說這個盤有一點虛 在昨天的文章又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雖然昨天指數上漲 但是它並沒有站上扣底值 所以說它雖然強 但它其實沒有這麼的強 好那沒有這麼強 我們就知道今天怎麼樣 今天就殺下來了 好但是今天殺下來又更有趣了 怎麼說 你看喔今天開盤開低殺下來 然後咧 它剛好開在哪裡 這個缺口是在16650的位置 你看喔昨天的收盤價是16670 今天開盤開多少16643 直接開在缺口下面 這個缺口我先把它畫一下 直接開在缺口下面 這樣是不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情況 當然是 但是換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你看喔 它今天盤中往下殺 殺到哪裡就止疊了 殺到扣底值 我換個顏色 綠色的箭頭 你會發現殺到扣底值的地方 就大概止疊了 所以你看這幾天的盤 你會發現都是這種 嚇浮震盪 嚇浮震盪 那這種一直震喔 就是很討厭 因為 我這樣講盤式在那邊一直震 它沒有一個方向出來 變成說 市場的買盤也會縮手 你看喔 連續震幾天的 1 2 3 4 5 震了5天的 在這邊震了5天 市場的買盤 從上禮拜震到現在 大家已經覺得 震了有夠煩了 所以變成說 這幾天可能看到很多 個股往上就被打下來 然後個股撕下去 然後可能又會有一些低肩的買盤 變成說大家都是這樣 一直開始 高賣低接的方式來操作 所以很多股票 它沒有所謂的波段行情 那這個就是在操作比較難的情況 那只是說以目前的情況來說的話 那你要說指數真的弱掉 到底還沒有 因為你雖然看到壓力過不去 但底下支撐也還守住 所以這邊如果說 一個比較穩妥的方式 應該是看說指數接下來 它到底是往上突破 還是往下跌破 這個是我們要去觀察 如果指數是往上突破的話 那當然 那對於可能整個行情來說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那如果指數往下跌破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尷尬 變成說很多個股 它可能又要再重新再來整理一遍 所以說其實在現在 我的想法就是 反正我個人也沒所不為吧 就是比較偏向 就是盡量減少操作來應對這個盤吧 因為畢竟我們知道說 明天晚上美國要公佈CPI的數據 那美國公佈CPI的數據 這個數據是好還是壞呢 目前我們知道說 通膨應該是到底了啦 目前我們這樣看 那之前有同學問到說 要怎麼去看通膨是不是到底 給大家看這張圖 就是這張圖是幫大家找的 就你可以看到 像這張圖是 克里夫蘭聯署他們核心CPI的預測 你可以看到過去之前 之前不要說過去 之前那個CPI這樣一路往上 但從最近幾個月開始 你會發現 就是CPI的預測 已經開始逐漸往下 表示說他們預測 通膨真的已經是到個頂了 那再來就是說 你看到像核心PC的預測 這個是聯準會會看的資料 可以發現就是也是一樣 高檔這樣跌落 所以目前市場的想法 就是通膨大概已經到頂了 但是到頂的話 這個頂 它到底是會呃 會呈現是那種 緩慢的 給我給大家看 緩慢的下跌 還是會比較有明顯的回檔 這個就是不知道 變成說它有沒有符合市場的預期 這個是接下來要看的 那這個CPI的數據跟下禮拜 6月15號聯準會 他們的利率角色會也會有關係 所以變成說現在的情況 在這幾天為什麼會這麼的震盪 主要在於市場要關注 接下來聯準會的動向 那所以說在這一段時間的操作 會比較麻煩 會比較黏 盤會比較黏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該怎麼講呢 就是我覺得說這種東西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大貨 我們只能是跟著市場走 那市場怎麼走 我們就只能應對 那以目前的市場狀況來說的話 的確就是沒有說非常的 就是有一個趨勢出來 那在沒有趨勢的情況之下 你太過度的操作 其實都是不太好的情況 所以反正我們也是講得很明白吧 就是如果好做 大家會覺得有機會 那可是如果說最近像這種 比較不好做的情況 那就會去思考說 去降低一下自己的操作節奏 然後去盡量不要去追假 大概是這樣子吧 所以這個是在大盤的部分 好吧 那今天其實講的東西沒有太多 因為我覺得關注 重點是在明天晚上的CPI數據 明天晚上CPI數據 開得出來開不出來 不對 是開得出來好或是壞 你看明天晚上美股就知道 如果開出來的數據 美股是正向反應的話 那當然就是會比較好 因為市場會預期說 如果CPI數據真的是比市場預期的還要漂亮的話 大家會想說 那接下來聯準會 會不會去做一個比較鴿派的動作 那目前來看 下禮拜的FOMC會議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出人意料的舉動 你說要比如說就是聯準會忽然變得鴿派 我覺得有難度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才剛開始升息 不會這麼快的那種政策發家 應該不至於 所以目前來看應該還是一個就是符合市場的想法 會比較有可能會發生的 那這個 就是等到下禮拜市場開始塵埃落定之後 我覺得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行情 會比較好一點 大概這樣子 好吧 那我們來看看大家的問題吧 今天那個問題超多 不是二人超多 留言超多 28則留言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留言呢 其實是在那個 那天我在 在禮拜二的時候吧 那時候我說 那邊大家再不看我就不錄了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呃 有時候就是 你也知道 有時候人就是需要點虛榮心這樣 那只是後來看到超多留言的 所以看到留言其實我也蠻開心 就起碼說 大家沒有說 你不錄就不要錄啊 反正我也不想看 如果真的有這邊留言的話 我應該去嘻笑吧 但看到大家的留言 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像第一個Bill 然後來這給阿信老師鼓勵 希望老師要繼續做下去 我是一個剛接觸投資的大學生 從之前對技術面 以及那些公司都不懂的情況 到現在至少有初步認識 蠻大的原因 所以每天收看這個頻道 觀看次數低是暫時的 可能近期觀眾的口味改變 但我希望能真正決定 流量還在基本公司上面 也希望老師繼續播下去 他是偶像 你是我的偶像之一啊 我來這也不是找標股 更是要能夠帶點東西走 但我現在才帶一點而已 拜託老師再繼續下去 哈哈 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看到這個留言還蠻開心的 因為 呃 應該這樣講的 只是我 我個人會覺得說 我在做這個頻道 我當時的用意 就是希望 能夠真的是給大家一點東西 但是說股票一定準嗎 當然不可能啦 股票一定會標嗎 也不可能啦 像盤正經這麼爛 你要我找到什麼 會標的股票也很爛 那只是說就是 我希望說是藉由就是 就是一些我的一些經驗 然後來給大家是 真的是在操作上是有幫助的 那至於說大學生的話 我會建議你 如果你是大學生 還是以你的課業為主 真的就是 我覺得有些像 有些之前 我有去那個台大 我有去幫他們上課 那台大當然不用說 他們每個都是那種天才型的怪物這樣子 可是就是說有些可能是一般的大學生 那像以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班就有一些人就是會一直在上課不上課 就整天在看股票這樣 可是我覺得說這樣回頭來想其實沒有很好 就我覺得說一些該注意的職業 有些基本的基本功還是要有 就是你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有些基本的學術的知識還是要有 所以我覺得大學生 就是記得不要把課業跟投資兩個高混 不要本末倒資 我覺得該顧的還是要顧著 然後反正投資這個東西路很長 你可以慢慢來這樣 好吧 再來第二個 書聖 每天必看喜歡認真教學的阿星老師 請老師繼續播下去 會啦會啦會啦 當然大家還有看就會繼續下去啦 那如果酸民在那邊酸的話 我應該就不播 哈哈 再來看到葉愚君 每天的朋友碎碎念是必看了 才能了解每天大盤的走勢 也請老師繼續下去 好啦感謝愚君的收看 看到大家的留言是滿感動的 再來看到官娘 希望老師可以持續講解 每天都必看的影片 可好好學習老師的好觀點 增進觀念 其實說真的我們在播這個的時候 壓力都很大 因為你很怕講錯 但是你不可能永遠講對 你一定會有錯的時候 像昨天那個 我很開心 昨天在宇智賣掉 賣在很高位置 掌停 然後靠媽今天 欸他怎麼被打開了 就宇智昨天那種賣掉 賣的沙漿啊對不對 然後就今天開發開超高的 然後想說看什麼傻眼這樣子 可是我沒有去追啦 這個宇智我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說今天 我來教大家一個觀念好了 就是說你看喔 像宇智他今天是除泉洗 那像這種除泉洗的情況 你要知道一個東西叫做 除泉洗的前一天的收盤價 是一個壓力點 那他今天開的其實很漂亮 怎麼說你看 昨天收盤價多少 675 他今天剛好開多少 675 所以他今天開盤價 其實是漂亮 就等於說 他是直接做一個天圈洗的動作 看嘛對不對 6月9號 他直接做個天圈洗的動作 好 但是你看喔 就是今天漲停 那今天漲停也一定會有人去買 可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其實昨天的高沒有過去 表示什麼 表示說他套牢壓力還沒有完全解除 這跟誰很像 跟創意 好就你看喔 像創意如果我們看到 看到昨天的情況 你看昨天股價是創新高 對吧 股價創新高 但是如果這個是還原限度 那如果是一般限度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昨天股價其實 其實他並沒有創高 也就是說這一根的高點壓力 他並沒有過去 所以說你看他昨天看起來很強 但他的高點壓力沒有過去 那這個壓力會消失嗎 不會 他會到什麼 他會到今天才出來 所以今天股價往上上去之後 也就被打下來 就這樣 就是你知道 就是壓力有時候 他就是需要買盤去化解 所以為什麼最近很多股票 他沒有辦法去突破壓力 為什麼 因為買盤很少啊 大家就不想去追嘛 那你買盤要強 你才有辦法去突破壓力 那如果你知道買盤弱的話 反而看到壓力 你應該是先落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最近的操作 觀念上會比較不同 因為你要知道買盤不強 所以變成說遇到壓力很難突破 遇到壓力很難突破 要怎麼辦 你就可以選擇先落跑這樣子 不過創意的股價還算是強 憑良心說他的股價還算強 所以說這種股票之後也還是會看 那大概是這樣子 只是說要來教大家一些操作的方法 再來看到下一題 Fendy 每日必看 用心教學勞請加油 真的感謝Fendy 再來看到Jane 感謝老師 這是每天下班路途的精神良食 下班是通勤嗎 那個講個題外話 就是我寫的那個 我的presspress專案叫做 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那有一天就有助理就來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就是專案要設定這個叫做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就其實我在當初想這個專案名稱的時候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希望說 因為給通勤族嘛 通勤族就是一般的上班人士 那我們當然不能說是給死薪水的標股報告書嘛 不行嘛 那所以說我們在取這個名詞的時候 我只是希望說是上班族可以利用通勤的時間 每天看一下花一點時間 然後讓自己的操作能力能夠精進 所以這個是 我的專案當時的一個取名的名稱的由來 那這是題外話啦 那只是希望說大家在上班過程 如果真的覺得無聊的話 那也可以花一點時間 好好看一下文章的內容 然後再來看到下一個 SHIOU 坑琴帥氣教學又認真阿晴老師繼續播下去 不然我們這些韭菜散戶只能被大戶上下寫 也沒有阿大戶最近也是被洗來洗去的 因為盤太悶了 所以不是只有韭菜才被洗你知道嗎 大戶也是很常被洗的 那大戶洗到後來會幹嘛 就休息了 大戶又休息 所以變成說現在盤就是很悶你知道嗎 因為大戶覺得不好做 他也不會硬做你知道嗎 只有我這樣講 就是我們要去知道說盤是有分好做跟不好做 不好做的時候你不要去硬做 那好做的時候你要盡量去做 那盤就是他就是一個 一個上下的節奏 就是有時候會好做的時候 那有時候大家就拚命一窩蜂衝進來 那不好做的時候大家不看 可是很多人是怎麼樣 不好做的時候不看 等到真的好做了已經一段之後才去追 那追了就很容易會追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說我一直講就是盤越爛 你越要用心看 因為你不知道盤是什麼時候會變好 真的 再來看到Alan 每天必看阿信老師加一 插圖真的很可愛 停看好可惜 大家觀看同在拉一下 因為人應該為13000吧 人數其實是我的重點 但是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全部的重點 就是我有時候看到 雖然說現在觀看人數也是1800 但我也知道現在市場很冷啦 市場很冷 所以我也不會硬去要求 但是就是有時候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會覺得蠻開心的 那至於說那個IG的圖 那個東西以後我應該會改變模式 就是說可能一個禮拜只會有一兩張圖 然後其他時間會放在一些 就是比較有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那我也希望這種知識性的東西 能夠讓大家比較能夠是看IG的時候 能夠學到東西 但是我還在想要怎麼做 就像之前我有去思考就是說我的YouTuber 就是不要只有錄這個盤後的影片 我可能在假日的時候 會拍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那後來也沒有拍是因為 最近我還在爭人嘛 就爭那個行銷的企劃 可是一直爭不到人啦 完全爭不到人 那個我薪水應該開的不算低了啦 但是就是爭不到人 就是我也不知道 那反正因為可能我們是那種 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 所以大家不會來吧 對那反正是以後 就是會想要去做一些改變啦 就是不管是IG或是在YT的這一部分 都會想要去做一些轉變 好再來看到下一個YANG楊君 盤後碎碎念必看 希望老師繼續講解超讚 真的感謝 每次看到這個留言就很開心 再來林佐拉 盤式不好才要播啊 我想看 每天回來就是等著看 是我的精神糧食啊 那個佐拉我對你的印象都 停留在大力光的2500 再來看到薛明 想要希望老師可以繼續拍解盤 個股分析也很強 不然就只能看其他神棍解盤了 我真的認真講就是說 就是我那時候 我在講這東西的時候就有人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去找一個那個 女生的女生助理 女生主持人來陪你這樣子播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不是很想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如果假設我真的找一個 就是那種正妹女主持人 像那個直播天王嘛 他不是都會找一個正妹主持人 那可是找那種正妹主持人 就是你知道我就 因為我們 我比較想要是那種知識型的方式 我會覺得說好像有點那種粉末倒資 只是大家來進來看是來看哪一個 還是來看真正有東西的 就是我會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這樣有點本末倒資 所以我不會想要走這個路線啦 那只是說蠻多頭褲老師 他們都會找一些 就是比較正妹的主持人這樣子 再來看到鄰居 不能不波拉 每日每天必平日每天看 老師明明就很有內容 別台都在唱歌跳舞 演戲花招很多 只是可惜老師不走這路線 沒辦法 我們就是不會唱歌不會跳舞不會演戲 所以才只能站在這邊播 再來看到 ZHE 每日有空避開 老師加油 謝謝老師 不客氣喔 感謝收看 再來看到 這怎麼唸啊 B E A T R I C 好不會唸 謝謝老師每天努力更新最新的資訊 對啊就是 像我覺得就是 因為其實這些資訊也沒有說 也不是說刻意的更新啦 那就是一個就是 就是平常我也會看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算蠻廣泛的 就是來閱讀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我平常我也會看 那只是說就是把這些我看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再來看到HLT 必看請續播 謝謝老師 會啦 會啦 會續播啦 就是只要還有人看 我就會播好不好 再來看到玉璽 拜託影片標段 之前有老師App選擇羽龍 今天掌停的 羽龍掌停 可是他大概最能 盯鋒在這邊了吧 因為他是被收購 他被那個誰 E1558的身心收購嘛 所以羽龍他的 大概最高點大概在這邊了吧 除非 欸不對喔 不是喔 不一定喔 他收購好像沒有全部收完耶 我不知道因為我印象中 喔對他只有收購一部分的股權 所以羽龍其實還有一部分的股權 還在流通在外 所以我覺得這股票 說不定有朝一日 還可以看一下 那至於說航運回溫的看法 最近航運股 你在兩天前問的 的確是回溫 但是現在的航運股 好像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東西我可以把 看一下這個好了 因為我今天剛好 因為我今天下午先去上別的節目 所以我就先做一些相關的 那我們來看航運股 其實我覺得像長榮 像長榮是長榮的縣圖 怎麼是他 等一下 這個是長榮的縣圖 可以看到長榮現在比較尷尬的位置是在 這一根紫色的縣圖他的大量K棒的均價 是在143.36元 那如果股價能夠在這個均價上方 才表示說 這一檔股票賺錢的人會比較多 但是你有注意到現在的股價是在什麼 是在大量K棒的均價的下方 所以表示說在這一根K棒買進的人 都是被套牢的 好那我們來看到像長榮的縣圖 你會發現 就這一根嘛 你看這一根 這一根買進的人 這根大量買進的多數人都被套牢了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長榮的縣 沒有這麼的漂亮 憑良心講沒有這麼的漂亮 而且你看喔 過去長榮 他是都有守住這一條 藍色的這一條均線 這一條 這個是周線 你看過去他只要跌破就拉上來 跌破就拉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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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禮拜你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你看喔 上禮拜的成交量很少 對不對 上禮拜很量縮嘛 但是你看到這禮拜目前已經是量增了喔 這禮拜量增如果價格下跌 他會變成是一個價跌量增 如果價跌量增去把這一條均線給跌破 那真的就是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航運股的狀況沒有說這麼的好 就這樣子 再來看到 Eason 老實情況 8028的升陽半是要等站上上個月高點還是站上上個禮拜高點有轉強的 8028的升陽半喔 我價錢還蠻強的吧 3%多 但其實8028的升陽半到這個位置也差不多會 面臨一個壓力點 就是說 最近很多股票 我講過 你股票你要強你要幹嘛 你要能夠過上個月的高點 可是最近很多是碰到上個月的高點就被打下來 所以說他現在很接近上個月的高點 這種狀況我會覺得有一點點 可怕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喔 他上個月的高點 這一根量大不大 很大 超大 所以說 就是接近這附近的時候 我覺得 要比較 小心一點 這是在升陽半的部分 不過他的厲害他的有趣的地方在他現行 就這個你看他已經有多少從2020年3月 兩年的底部 在這邊好像要形成 所以這種股票我覺得蠻有趣 我會去看的原因在這邊 因為 這兩年來他幾乎都沒有漲過 他真的都沒有漲 所以就是去找一些還沒有漲的股票 大概這樣子 再來看到下一題 說每天必看不要停 好啦不會停 不會停 再來看到 這什麼 JC還是要繼續播出 謝謝 好啦會了 再來看到田南 謝謝帥星老師 不客氣 感謝田南的收看 再來看到蘇美 我很喜歡 看 請加油 真的有時候 他人真是很虛榮 就是你看到人家幫你鼓勵 覺得好我要播下去 你看到人家沒有理你 就覺得 我想播 再來看到Chris 感謝老師請問他中探針 6217的中探針 那那種之前有問說 他停損要怎麼設定 其實 你看到這種 大量 然後今天殺下來 然後又沒有再繼續上去 這種就很討厭 你知道嗎 就變成說 我這樣講 他會有什麼問題存在 就今天是禮拜四 明天禮拜五 好OK好 我們知道今天禮拜四 明天禮拜五 那到了 下禮拜之後 股價要怎麼樣才會發動 就是你要能夠過 這禮拜的高點 你到了下禮拜 你要能夠過這禮拜高點 如果下禮拜股價又沒有過 這禮拜的高點 然後又是一個大量 請問一下 那要怎麼去 股價就不會動 可能下禮拜不會動 他就變成說一個 很麻煩的情況 就是他漲不上去 所以我才會說 就是有時候看到大量 就是會比較 討厭一點 為什麼因為你知道 這個禮拜大量 你下禮拜除非有更大量 但是那個機率就會下降 那如果下禮拜沒有更大的量 去化解這些壓力的話 就變成說下禮拜股價可能也不會動 所以最近我才會說 不太會喜歡去做追價的動作 當然 這禮拜還沒有過完 有可能明天股價又上去 又繼續突破 那也是有可能 但是 就算突破好了 這禮拜的量 應該也會是一個 超級大量 所以 量太大 真的也 不是什麼好現象 那再來看到下一題 iPhone 蛤? 盤後碎碎點是我每天必看的 沒有啦 那個是 還是會繼續播好不好 看到大家就是 踴躍留言就覺得 對 我們的辛苦是有價值 再來看到PEI 帥氣大星老師想請問對於合金走勢的看法 合金的話 我記得我在文章有寫到吧 我會看 我第一個也是看他啦 看中美金啦 就中美金 在 大概在這個位置 這一根 是他的一個 比較討厭的壓力位置 這根的高點 所以目前的股價其實很接近這邊 這根高點多少 173 那今天的收盤價大概也是在這邊 所以我會去想說173的這個位置 他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因為你看到過去幾次 一次 兩次 這好像不是 過去兩次 碰到這個價格就被打下來 所以說 在看整體系晶圓的時候 我會看一下比如說像環球晶啦 環球晶一樣蠻強的 然後中美晶啦 或是看一下合金 就是你去看整個族群的概念 可是像 台聖科就弱了一點 台聖科最新就比較弱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族群有一點 沒這麼連動你知道嗎 就最近很多的股票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已經反彈上去之後 就開始有點漲不上去了 最近很多都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最近 難做的問題 在這邊 是很多股票已經先反彈 我在禮拜天的時候吧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不是跟著禮拜一 我有說 短期 短線的融資維持率飆太快了 所以變成說 會需要一些時間去化解 這些賣壓 因為融資維持率標太快 表示大家賺多了嘛 對不對 賺多了之後 當然就是會 一定會有所謂的 獲利了結的賣壓 所以這個禮拜 會比較震盪 再來看到下一題 Eason 趕緊分享起來 真的 再來 陳正義 我打開YT 只會看蠟筆小星和你的頻道 別聽根啦 然後請問面板使了 什麼時候好在東山在一起 只會看蠟筆小星跟我的頻道 蠟筆小星還蠻好看的 只是有時候我覺得 無聊的時候看蠟筆小星 我覺得還蠻好看 蠟筆小星有時候蠻智障的 自己說面板使了 什麼時候會東山在一起 我覺得很難 你看像我昨天有講那個泰伯嗎 我說他 人生最輝煌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然後結果今天又一根殺下去 就是 面板我覺得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光 不能說過去啦 但我覺得 應該蠻難的啦 就是 我覺得 他要東山在一起喔 真的是 要 要再一次的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像很多股票都這樣子啦 我們看到之前的高點 比如說這個31.89 這個高點要幾年才回來 說真的我不敢保證你知道嗎 不敢保證 為什麼 因為 這個高點怎麼出來 是 當時全世界 大家都被關在家裡面 你沒有什麼事情幹的時候 你只能去看電視 所以大家看電視 就會覺得 我要把電視換好一點 換了這樣看得比較舒服 然後再加上說當時中國封城 然後什麼面板價格也一直飆漲這樣子 所以說 就是所謂的供給跟需求 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才造就了這個31.89 的高點 那接下來缺的一樣 你覺得價格還回得去嗎 我覺得有難度 除非這個中國大陸面板廠 全部光光光這樣子 大陸不玩面板了啦 然後 那個供給開始大量減少 需求又提高 那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有難度 所以 我真的覺得很多股票的高點 幾年內的高點 你在 去年 都已經看到了 真的 就你被套啊 那個可能一套 以前大家會笑宏達電嗎 哈哈 1000塊的宏達電 我跟你說現在有的笑了啦 真的是有的笑了 真的 大家會 以前會笑那個 1000塊的宏達電 我跟你說啦 今年 不是說今年 去年很多股票的高點 應該接下來 也很容易 很容易會被大家笑了 可能大家笑 哈哈 30幾塊的群創這樣子 一定會 我真的覺得一定會 所以 我覺得在這邊的狀況 沒有說這麼的好 就是我覺得 很多股票要回到之前的高點 是有難度的 難度蠻高的 再來看到 李一 老實請問對於橘子的看法 敢罵 橘子就是 今天 我記得像誰 那個好像是 3687吧 對 OMG還蠻強的 然後 傳奇也還不錯 但是橘子就走得比較弱 橘子就不怎麼樣 那橘子這邊的話 其實 我覺得像這種股票 最近有那個什麼 題材 還就是說那個 大家放假嘛 但是橘子我覺得 不知道 我覺得他線型不是很漂亮 而且這邊剛好是起碟點 就你看這個地方 這一梗 剛好是 他的一個起碟點 所以今天就是回到起碟點附近 那就被打下來 所以我覺得橘子就 壓力就在這附近 那你自己去 斟酌一下吧 再來看到下一題 老實在請問6134 6134是什麼名字啊 萬序 蛤 這什麼股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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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棄他嗎 因為我覺得這種股票 就是你不知道他做什麼的 他到底是做什麼連接器的 然後 要營收沒營收 然後要線型也沒線型 這種股票我不太會碰啦 就是不知道他什麼題材 所以我就建議是不要碰 這種股票 第一個他 沒有量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量 那這種股票多少 100多張 300多張 這量太少了啦 這種股票 建議是不要 好啦 大家問題又回完了 今天時間比較久 28分鐘 反正 中間講了蠻多的廢話 好啦 不管了反正就是說 希望大家還是 就是覺得如果 覺得我影片 真的是對大家有幫助的話 就是麻煩請多看很多宣傳 或是 可以多給我鼓勵這樣 其實我都會覺得蠻開心的 至少 只每天花了 一些時間來準備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有 值得的 好嗎 好啦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 看完影片之後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通知內容 我是阿信 我們明天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